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开车民众能便利的到基隆观光消费 基隆市政府攜手55688代驾 台湾大车队跟在地的继承车队 推出全台首创的城市代客趴车 民众认为这样对游客来说很方便 可以节省许多找停车位的时间 那这个政策不错 蛮不错的 可以接受 减少市区的交通用筛 那也省去我们自行去找车位的时间 那这个政策不错 市长谢果良亲自开车到爱三路庙口的示范点 宣传9月将上路的城市代客趴车 主要是借近国外的成功经验 为游客打造友善的观光消费环境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在爱三路庙口 设置代客趴车的地点 那但是我们拿车的地点呢 是会在我们西岸的西山停车场 那我们鼓励吃饱了的这个游客们 可以逛一逛消费买东西 然后一路走经过我们的一个港景 那我们的港景未来呢 在这个海洋广场 甚至明年初在国门广场 我们都会有更多的旅游设施配套 包括室外的港景儿童乐园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帮我们的 这个代客的这些驾驶们设计好 他们未来所经的旅游路线 对他们来说一定会是一个驴块的旅程 有关我们基隆城市代客 趴一个服务的时间 主要是星期六 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 那会延后一个小时到8点 那礼拜天一样是从中午12点 到晚上的5点延长一个小时 6点 那在国定假日的时候 是比照刚刚所提 星期六的一个服务时段来做服务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趴车的一个地点 我们是趴到现阶段 西山的一个码头跟西二 主要是我们目前市政府要推动 把我们西岸的停车场一个停车率能提高 那除了此以外 刚刚市长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透过由庙口走到西岸 沿途可以欣赏我们基隆港一个美景 那我们原定的整个定价的话 因为我们整个的包装的产品有所谓的帕车费 然后有我们的伴手礼 还有我们的代价抵用券 我们也愿意赞助一百块的一个代价抵用券 所以我们的定价原定是五百块 但是在优惠的市医院期间 我们是全部是三百块 趴车的一个费用 我们是台湾首创 但是美国的比佛丽山 其实它有公立公设的代客趴车服务 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报告 是有权利的 国外有权利 可以让你安心的把所有的回家的路由我们来守护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酒后代价一个最大的一个经营的核心的宗旨 那当然配合这次资隆市府市长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首创的一个创意的一个所谓的 趴车代价的一个概念 让消费者贵宾很习惯的把钥匙交到我们专业驾驶的手上 然后他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他该做的消费 以及他要喝酒 他要吃饭 那都可以未来就有机会让我们的城市趴车代价 然后一起联动到我们的酒后代价 这些消费者不要花300块 而是去包括经营珠宝工会在内的商家 消费到一定程度 完全折抵了这个300块的费用 那我们会再推出这个服务的这个钱 把这些办法能够来落实 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消费 及这个代客趴车折抵的一个办法会出来 在9月1号以前 然后未来假如妙口的点试办的顺利 我们也会继续的增加我们试办的点 让更多的这个观光客消费族群朋友来到基隆以后 有更快速的一个停靠车辆 他们的车辆的方式 这项城市代客趴车也携手基隆的店家一起来推动 期盼带动更多的商圈消费 首波结合经营珠宝工会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合作伙伴 相关消费及代客趴车折抵办法 会在9月前出炉 希望透过城市代客趴车 创造一举数得多赢的消费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现场是在中兴国小登场的 泰语暑骑夏令营 小朋友穿上泰国传统服饰 跟着泰语老师学习 你好 谢谢等泰国的日常问候语 很好玩 因为我们暑假要去泰国旅居 所以我们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很好玩哦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水果家 除了学习说泰文 课程中也融入了泰国美食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长刘美兰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中兴国小校长杨志青 等人的陪同下 一起和夏令营的小朋友 手作粉红泰式奶茶 体验泰国美食文化 你们知道小孩爸爸的生肖是属蚂蚁吗 小孩爸爸的生肖是属蚂蚁吗 是这么大只的蚂蚁 同意喜欢喝甜 你的家庭太甜太好喝了 那非常开心 那我也学了几句的泰文 svati 跟大家问好 那也享受了粉红泰式奶茶 那主要就是让孩子们有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跟洗礼 是现在教育处跟我们地产处长还有我们阳校长 现在这个很关注的一些暑期的工作内容 那因为泰国也是旅游大国 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去泰国 所以不论是不是你的家庭或母语跟泰语有关 但我觉得学几句泰语 享受一下多元文化 在基隆我们的一个落实跟一个环境 我觉得对孩子们了解到我们东南亚的文化 也是很有帮助 让你认识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 就从饮食开始 我们知道说每个人都喜欢美食 那如果单纯用上课的方式来认识泰国文化 我想可能小朋友上一个小时会想睡觉哦 可是呢如果用饮食文化 不管是我们的泰式奶茶 还是我们的椰子水把椰子人都挖出来的 还有我们整排的泰式的点心 但藉由这个活动呢 也让我们基隆的孩子可以来认识泰国文化 这一次真的很感谢市政府教育部教育处 还有市长我们基隆市长 看重我们新著名语言 那这一次是夏令令 让我们小朋友的多体验多种多元文化 我要特别谢谢两位老师 也要谢谢我们洋校长所带领的团队 让我们在暑假的期间 可以让小朋友不仅有了解我们自己国家 我们还有了解妈妈的国家 也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底蕴 三种语文的沉浸式夏令营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课程规划 让基隆的孩子有机会体验新著名文化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及多元语言能力的人才 好不好玩 好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热天 泳客在海中游泳 清凉又消暑 不过一旁却传出真正的工程声 原来万木山海心游泳池已经封闭 正在施工 目前没有对外开放 但还是有民众执意要进入 镜头直接直击 民众搬开围离 直接进入工区 外木山海心游泳池 是夏天许多人常去的汽水盛地 但由于设备老旧 已经造成安全疑虑 因此北关处 基隆市政府合作改建相关设施 从6月26号封闭到12月2号 总共160天 不过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 民众想办法就是要游泳 有些游客他们都会擅自闯入 连我们的时空回忆都被破坏 然后也跟他们劝导 但是我们也还是没办法遏止他们 我们也顶多是劝导 尽量不跟他们一起冲突啊 施工单位就怕发生危险 建立劝导游客 为了避免冲突 只能有心劝导 甚至有时候还会被骂 面对这样情形 市政府决定硬起来 拜托我们的游客 我们整个工区其实是蛮危险的 那就务必在这段时间 我们会继续去赶工 营造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让后续的游客能够从事一个环境 是很安全的一个游戏的空间 这段时间请游客务必要遵守 就是尽量在这段时间不要去从事 后续我们会跟海巡署的单位 然后去做整个工区 那如果有民众不遵守我们的规定的话 我们会配合海巡署 我们要拜托海巡署或警察单位 来协助我们做劝离 或者是避免的一些作为 民众三自闯入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恐怕难以收拾 基隆暖暖清水公园 有细水池 拱形的喷泉步道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水池蛮低的 蛮适合小孩就是如果受伤啊什么的 安全性都还不错 在我们的这个喷水的地方 都会有因为小朋友奔跑 然后怎么样他会去跌倒 那我们今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特别加了一些黄滑的这些胶上面 现在看着成红色的这个地方 让小朋友假如说在走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更舒适 海星游泳池最快要到12月初才会完工 暑假刚开始民众玩水不要雾踏禁区 上了荷包也让自己掉入险境 记者黄烧鸣 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带领卫生局长张贤正 文化局长江亭梅 暖暖区长陈汝东 以及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连恩典陈冠宇 以及也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的林佩祥 拿着水枪一起喷水清凉开幕 欢迎大小朋友从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来基隆清水季玩水清凉一下 清水活动感谢钱师傅 在这个过去的几年间都有很重视 那一样的到了夏天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活动 未来我们一样也会重视更多清水的活动 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利用清水活动 一方面帮大家消暑 一方面增加更多的有好玩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 暖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特别是小朋友游戏的这个一个场域 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有非常多的活动 注意了一个礼拜只休两天 其他你随时都可以来玩 欢迎你们到暖暖 暖暖最好最棒 谢谢 你如果要来体验山境在暖暖有山 你会要来体验步道在过岗有步道 你会要体验眷村的文化在地内有眷村文化 你要体验碉堡 你要体验以前的八祖春夏风华 在八祖有附建山的步道 今年的暖暖清水境非常特别 你要在暑假泡在暖暖一整天 有老街有水有梅有文化 欢迎大家来暖暖 暖暖清水公园呢是在这个北部 从新竹与北红应该整个北部地区 前十大的这个免费的细水阵地 那也欢迎大家 不只是把暖暖推出去 也欢迎来跟大家所有的好朋友 包含全台湾的好朋友都希望邀请他 来我们这个最好玩最热闹 然后的最非常丰富的好玩的这个清水公园 大家一起来玩水 罗兰市长这边一定会尽全力 帮我们把清水公园做好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暖暖 这边的山这边的水 也就是所谓的绿带跟蓝带的娱乐 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提供给全市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当然这边都是需要中央政府未来的帮忙 中央政府的资源挹注 才能帮我们把这个暖暖清水公园 做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未来的暖暖清水季 做得越来越棒 市长谢国梁展现赤子之心 越玩越嗨 带头拿着水枪和市议员们 以及大小朋友互喷 湿透全身 炎炎夏日中感受清凉 谢国梁也强调 可以在其他区寻找适当的地点 来规划其他区的清水公园 可以把清水的这个功能 跟公园的功能把它结合 而不是以清水做专属功能的一个区域跟设施 那我刚刚也询问了一下 整个工法跟它的预算 应该我觉得未来也可以让基隆更多的行政区 有一些公共设施或者是一些公园的设备 拥有这些清水的设施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夏天的时候 让家长跟孩子们玩得更开心 而市长谢国梁也强调喷水区地板湿滑 看到有小朋友玩水时跌倒要特别注意 话一说完自己也通常体验一下果然摔倒引起一阵惊呼 幸好没有受伤也呼吁大小朋友到现场玩水时千万不要奔跑 注意安全 可是我刚刚看到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有滑倒 然后稍微头有稍微碰到了一下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才不会管那么多一定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如何做到让孩子们也保护 可以尤其是不要擦伤或撞伤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施 我们应该可以考虑到的地方 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清水季现场也发放冰棒免费请参加的大小朋友们享用 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支持 以及参加这项活动的团体 也和市政府卫生局长以及文化局长等人 一起合到现场摆摊宣导的市政府团队人员合影留念 感谢大家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警方鹤枪实战来到KTV扩大零件 来 再借吗 等一下 来 这边 暑假到上百名警力出现在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 不过除了远景手持的重锋枪之外 连难得出现这把跑气式的电击枪也派上用场 往上拨到手动模式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到按钮 解开电阀按下扳机 瞬间可以射出3万伏特的电流 可将对方击倒 尤其远景在狭窄空间 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 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 那炮气式电击器它可以近声 用声音下阻歹徒 也可以电击歹徒 那如果个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 比如刀啦 棍啦 那我们就离它适当的距离发射 这个炮气式电击枪 电击器有3颗子弹 前两年疫情青春专案规模缩小 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 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 因为今天是7月1号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到辖区 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KTV林检 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 烟酒 槟榔跟毒品 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 避免深夜在娱乐场所流连 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世界大露营即将在韩国登场 金融市同军会理事长张渊祥 和女同军会理事长林丽禅特别受齐 带给全世界的人认识台湾 从基隆开始大家说好不好 好 基隆代表团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前特别为四位小队长配挂勋章 所有表扬和勉励同军伙伴 也期许同军团员们能够勇于展现团结精神 将基隆友爱城市让世界看见 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活动 我可以跟世界上的许多人一起同乐 可以认识外国文化 同时我也可以把基隆的一些特色 还有一些文化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做世界的交流这样子 这是很难得 就是因为就是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参加这样 然后就是在那边会有很多人 所以也会认识各个国家的同军伴伴 为了这次世界大露营 基隆市同军会特别设计独有的背包 代表队将在8月1号前往韩国 和全球160个国家高达5万名同军伙伴一起交流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的团队 要前往韩国的新万金营地 来参加为期10天的大露营的活动 会跟160个国家全世界5万个人一起集中在这个营地里面 相互的交流 把过去在同军所学习的技巧 以及所有的相关知识运用在这次大露营身上 而且能够在大陆里面跟160个国家互相交流 这是人生当中难得的机会 基隆市同军会在基隆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把男同军女同军共同在今天做一个授旗的典礼 身为同军会的理事长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团长的设计之下 特别做了与全国不同 当然跟全世界不同各自的背包 以及我们所有的背章 都是我们客制化为基隆所设计的 我们要跟基隆市政府 也会带领一些基隆市政府的一些宣导品 来宣导我们的城市 让他们带到全世界这160个国家的大露营场合 为我们基隆市成为我们的外交大使 成为我们同军的伙伴 带着市民满满的祝福 60位同军成员即将展开为期10天的交流 希望从这次世界大露营活动中 茁壮成长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4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罚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近四千公斤的爱新米 并已在佛光山极乐寺大雄宝殿上 直接送到受赠单位手中 1 7 2 今天捐赠的单位 除了有学校 社区老人关怀据点 还有很多的弱势团体 那么总共有41个单位 那这个希望呢 透过这样大家的爱新 那么善的循环 能够带动社会的一个 好增善美 我们现在薄荷关怀协会 照顾许多基隆市的低收入户 那目前 7个行政区 共计有帮助了 800余份的物资包 每个月来做发放 感谢我们国际佛光会 然后基隆信义第一分会 的一个白米的捐赠 让我们薄荷关怀协会 可以透过日常的物资发放 发放给社会上 所需要的家庭 基隆区的佛光人 齐心成就佛光有爱 灵饥饿 爱新米联合捐赠活动 以慈善福利社会的精神 帮助社会上苦难的人 朝灵饥饿的目标努力 冯荒山除了长期关怀地方民众以外 这一次也结合了联合国 SDGs第二项的减少饥饿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希望从我们的一个 基隆市开始做起 那让大家可以关心到 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饥饿的 一个变化 我想最后再一次感谢 我们冯荒山极乐市 对于地方民众的照顾 感谢所有参与爱新米联合捐赠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让善的力量在社会循环 也为永续发展农业尽心力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导 颁发奖助学金 让光荣家商幼保课的学生 加强职场能力 提高就业竞争力 达成毕业及就业的目标 想要读幼保课 是因为我觉得幼保课的课程多元又丰富 不单单只是帮宝宝洗澡 还有很多跨领域的课程 还有很多志工的活动 老师会推荐我去参加 那上大学一直是我未来的梦想 但是我觉得大学的学费太过的高昂 我跟家庭可能无法负担得起 那经过老师这个讲解 让我知道产学合作 都有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我能把高职三年所学的支持 运用在我以后的就业上 我很高兴就是可以领到这次的奖学金 对然后我也谢谢就是学校 还有老师就是给我们这么多机会 然后就是也给我们很多鼓励 首先我们想高兴能够跟经营集团 以及南亚技术学理的合作 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产学的过程里面 无缝的接轨上大学的阶段 以及未来就业的一个场域 那这个是一条龙的服务 我们藉由这一次的合作 我们把精英国际集团 南亚技术学院的资源 师资设备导物 光荣加上的幼保科 为我们幼保科的学生提供就业职能 课程学习 能够400分以上的我们加正笔电一台 然后500分以上笔电加手机 那目的是希望说 让同学们能够更努力 有一个目标 然后毕业以后马上就就业 金融光荣加商 南亚技术学院 经国际教育集团三方产学合作 使幼教产业可以以一条龙的方式 完整培育 让学校结合教学与食物的能量与资源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孩子们勇气十足坐上台 播报云堆发票 存载具 公益发票 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雨翔 欢迎收看主税新闻 与中家宽平集荣合作 金融市税务局在暑假期间 推出小小租税主播营活动 两个贴次 孩子们从有自发音 到一阳顿挫的练习 最后坐上主播台 我学会第一次当主播 然后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 我觉得当主播很有趣 而且可以第一次体验 我当主播很开心 主播里面学到很多租税的知识 我很喜欢当主播 我在主播里 学到很多租税 让我们可以认识后制 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摄影机 当主播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透过珠税主播营的活动 孩子们学习到税收知识 与重要性 进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 和良好税务意识的公民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少谈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